各位你好,我是心齋,一年不生,蔓延放下 不代謝靈活度,比起會一直令身體處於消化狀態的小食多餐 多量小餐或採取間歇性斷食更有機會維護身體的健康狀態 而且用餐時吃得多但進食次數少將會更有飽幅感 我們一起吃飯,通常很快就去洗碗,回去工作,或者是繼續做想做的事 然而當我們吃飽之後,身體器官才剛開始工作 在我們吃完最後一口食物之後,他們平均會繼續工作4小時 這一段忙碌的時間就是我們說的進食後或者是餐後狀態 餐後人體需要費時費力處理和消化 一日約有20小時處於餐後狀態 餐後狀態是我們一日中發生賀爾蒙和炎症變化最劇烈的時候 為了消化、分類和儲存我們剛剛食落土的食物中的分子 血液會湧入消化系統 荷爾蒙也會像潮水一樣拼命分泌 有些系統會暫停運作,包括免疫系統 其他系統則會被激發,例如脂肪儲存、胰島素濃度 氧化壓力和炎症會增加 飯後血糖或者果糖飆升得越高 身體就越需要應對餐後狀態 因為它需要控制更多的自由肌 糖化作用以及釋放的胰島素 有餐後狀態是正常的 但是人體也要耗費時間去處理它 處理一頓飯後吃下來的食物 或多或少需要耗點精力 至於耗費多少呢? 取決於我們剛剛攝取的葡萄糖和果糖量 一天有24小時 我們通常大約有20小時處於餐後狀態 因為我們平均每天吃三餐 另加兩餐的零嘴 過去的生活不是這樣的 一直到1980年代以前 人們只是吃兩餐 中間並不吃零食 所以只有8至12小時處於餐後狀態 零食是1990年代的發明 不處於餐後狀態的時候 餘倒素濃度下降 身體重新燃燒脂肪 當我們的身體不是處於餐後狀態的時候 事情就好辦了 這時候器官就會負責清理任務 用新細胞替換受損的細胞 同時清理體內的系統 例如我們只要幾個小時沒有吃東西 小腸就會發出咕嚕性 表示清空的消化度正在清潔內壁 當我們不處於餐後狀態的時候 宜倒素濃度會下降 身體就可以重新燃燒脂肪 而不是儲存脂肪 你可能聽人說過 史前時代的人可以長時期不吃東西 這是因為我們可以輕易使用葡萄糖作為燃料 來自最後一餐 以及使用脂肪作為燃料 來自脂肪儲存 這兩種模式之間的切換正如先前所說 這種轉換能力稱為代謝靈活度 它是新陳代謝 是不是健康的主要衡量標準 研究結果證實 多食小餐、較小食多餐 更能增加新陳代謝靈活度 要增加新陳代謝靈活度 用餐時請吃得更多 令到你更有飽幅感 這樣就不需要每隔一至兩小時 就吃一次零食 這個和一般人想的不一樣 因為我們通常認為 要小食多餐一日吃六餐 這樣比吃兩餐或者三餐大餐更好 然而研究結果證實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針對這一點 捷克共和國的科學家在2014年 對第二營糖尿病患者進行了測試 他們決定每天的卡路里配額 令其中一組受測試者在兩頓大餐中攝取這些卡路里 而另一組則分成六餐 小量多餐 分批攝取相同的熱量 只吃兩餐的小組 不僅減掉更多的體重 三個月內減掉3.6公斤 另一組只減了2.3公斤 而且他們整體健康狀況的關鍵指標也有所改善 空腹血糖降低 肝臟脂肪減少 胰島素抗性降低 胰臟細胞變得更健康 攝取相同的卡路里 效果卻有所不同 而卡路里不是一切 另一種改善生存代謝的方法 是所謂的間歇性斷食 你可以一次禁食六、九、十或十六小時 或每週有幾天減少攝取卡路里 小食、零食以縮短餐後狀態之間 飯後甜品可減緩相應的血糖飆升 當我們不吃零食時 身體系統會有更長時間 不處於餐後狀態 這樣一來身體就有時間去進行上年提到的清理工作 飯後吃甜品可減緩相應的血糖飆升 因為在一道感謝缺效一 吃完其他食物之後 最好再吃糖和澱粉 不要先吃糖和澱粉 或者單吃零食或是攝取糖和澱粉 就能令它們更慢從水槽移動到管道 因此無論你想吃一片水果 一碗果式 一火太飛糖或是一塊餅乾 請在飯後吃 同樣吃菠蘿 血糖飆升程度卻不同 如果你先吃含有脂肪、纖維和蛋白質的食物 然後才吃菠蘿作為甜品 菠蘿就不會令血糖大幅度咒升 將菠蘿作為零食吃的時候 血糖會飆升 即便反映性低糖的情況的確比較輕 但兩者雙拳取其輕 血糖峰值越高 導致的症狀就越多 選擇用餐後攝取糖分的主要 是不要令血糖上下波動 空腹時飲果式會導致大約2.8mm的血糖峰值 飯後吃的話 它引起的整體血糖濃度變化較低 多謝大家收聽 我是心齋 隨遇而安 隨緣自在 大家喜歡的話 請點贊、分享和訂閱全部 拜拜